专题是差点万岁魏忠贤的第三期 今天晚开了 今天他们专题晚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 因为今天出去照了一下像 所以本来直播 我们今天开的直播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专题晚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但是今天是差点万岁魏忠贤的倒数第二期 还有一期接下来就结束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可讲 因为接下来咱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要讲 要有张献忠 要有李自成 还有吴三桂 还有南明的几个皇帝 我们还有很多的人要讲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 魏忠贤我们大概提一下 就过去就完了 因为没有那么重要 上周咱们讲到说 东林党对魏忠贤终于开火了 连续弹劾魏忠贤 连续几个人弹劾魏忠贤 70多封奏章都传给了中央 但是我们之前知道 这奏章到谁手里 还是到魏忠贤手里 因为他是斯里坚的丙比太监 天启皇帝那儿做木头 锯木头 天启皇帝是一个伟大的木工 是鲁班的徒弟 他是伟大的木工 根本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兴趣 去搞奏章 所以这些奏折最终 还是到了魏忠贤的手里 第一个到了魏忠贤手里 魏忠贤一看 往不往上交呢 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 魏忠贤这时候 其实自我感觉特别的好 为什么呀 因为膨胀了吗 因为就出人头地了吗 爆发负吗 出人头地了 然后膨胀 然后魏忠贤又没啥文化 他连折子都看不懂 他都得需要一个人在旁边给翻译成白话 然后他批完了 知道了 别让小孩在炉的边上跑 烫着 这边再翻译成文言文 他本来他自我感觉特别的好 他觉得他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是他担当能断 觉得自己很有政治魄力 不过这个时候 这么多一下七十封的奏折 弹劾他的奏折 真正摆在他自己面前的时候 他也有一点害怕 就是我到底咋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 挺委屈 我自己一心一意的为皇上尽忠 李尽忠 就是我一心一意的为皇上尽忠 我一心一意的给大明朝做事 结果为什么这些东林党要弹劾我 还有一方面 他心比较虚 毕竟啊 虽然他没啥文化 但他肯定也知道太监干政 这件事情其实在历朝历代都非常非常的忌讳 怎么着都不是正统 而且眼看着这些朝臣们啊 这些忠臣们 咄咄逼人啊 今天就要跟你这个 这个咱们要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开始担心 因为啊 他虽然很得势 但是他没有政治根基 人家都是这个科举上来的 人家都是拉帮结派的 东林党人一上来是一个党啊 是一派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忠臣 他们受的一样的教育 都是要对皇上尽忠 都是这个这个三纲五常 脑子里都是儒教的 然后大家都学的差不多东西 大家想的也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 魏忠贤就觉得很孤单 哎呀 孤单 寂寞 冷 一旦要身败名裂的话 那么你想一想 太监干正 想想 想想前面那几个大太监 啊 对不对啊 这都是 动不动就是割了三千刀的 所以他也有点害怕 如果要是自己倒了台 那么等待他的下场 到底是什么 肯定是最悲惨的那个下场 但是这个时候 他能退下来吗 他也退不下来 因为他已经得到权力了 他已经这么牛了 你现在让他再变成一个倒尿盆的太监 或者变成一个管伙食太监 这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有本事的人 或者说有文化的人 他可能会去寻求全谋的解决方法 但是对于没有文化的人 对于没有本事的人 那么他寻求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人性的本能 我得到的东西 我肯定不能再把它吐出去 对吧 就我好不容易上台了 你怎么可能想到让我下台 那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是本能性的 而且你想一想 有文化的人 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网的 对不对啊 这些人都是朝臣 他们都是科举上来的 大家都是文化人 都是文官 或者说都是武将 大家都是有关系网的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 那么有文化的人 如果他在想到啊 说我碰到了问题 那他可能会通过他的关系网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魏忠贤不行 魏忠贤满脑子都是小农艺士 他就是个农民 他本正就是农贤没受过教育 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虽然在皇宫里待了30年 但这30年他干了什么呀 他就升了一个品级 30年他基本上也没什么 绝望中度过 所以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 那我就得找我的身边人 枕边人 那没人能帮他呀 所以你看这里头 他唯一能找的两个人 一个是他当儿子的那个皇上 天启皇帝 他把他当儿子养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相好 俩人一对的客室 皇上的奶妈 客室一听 魏忠贤说 有70封奏折要弹劾你 客室也很着急 毕竟这魏忠贤 老魏 这是我推荐上去的人 这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家的人 现在被人弹劾了 他也很着急 所以客室当时呢 就出了个主意 说要不然咱俩啊 找小皇帝 找咱们的俄籍 找皇帝 找皇帝面前 咱们去求一求 皇帝一说话就好说了 天启皇帝这个时候啊 虽然他岁数很小 他的心呢 也明显不在政治上 也不在工作上 你这很烦人的 天启皇帝 从小喜欢控制不住自己 喜欢玩 喜欢藏猫猫啊 喜欢跟太监这个捉迷藏 喜欢然后后来 这个十几岁时候 迷上秘工 呃 木工啊 开始这个昼夜 拉着太监一块在这个 这个紫禁城里头 这个做巨木头啊 精雕细琢做木工 天启皇帝 根本就没有兴趣 他也没这时间 去管这些事 而且我们上周已经说了 明朝这一代的皇帝 那是 有一个算一个 那没几个正常的皇帝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心里有问题的皇帝 皇帝越是昏庸 大臣就越是忠诚 这明朝这一个朝代 就是这么奇怪 昏庸的皇帝 历朝历代最多 连着出 忠诚不怕死的忠诚 也是历朝历代最多 忠诚就是 有这风骨 就是我就得死贱 我就是你不对 我就上了 我就骂皇上 上周我们已经给大家 讲过这一段了 举过很多的例子 天启皇帝就跟他的先辈们一样 他都讨厌死这些忠臣了 忠言逆耳啊 这东西 这都不是好话 天天说我没用 天天说我不上朝 天天说我什么 这都不是好话 所以天启皇帝 很讨厌这些忠臣 也从来不信任这些忠臣 因为他又不认识这些人 他登基了以后 他也跟他们没关系 相反 他身边的人 他最信任的人是谁啊 那都是陪他一块长大的 对吧 他奶妈客室 到现在还住宫里呢 16岁了 还得跟奶妈睡一床上呢 奶妈客室 还得吃他奶妈那个 做的饭 做的点心 然后身边最熟的人是谁啊 魏忠贤 魏忠贤 多高兴 天启皇帝不是30年不上 那是万历皇帝 这个魏忠贤 这从小一块陪着他长大的 跟他的这个老妇似的 俩人没事好 这个过去紫禁城西洋西下的时候 啊 坐在这个紫禁城 看着西洋 然后魏忠贤给他讲着那些 原来在市井上的故事啊 你看他腻了水 魏忠贤想都不想 哗就跳下去就就就揪人去了 所以他最最信任的人 就是他身边的这些宫女太监 因为他也没啥文化 对吧 他的字都是宫女太监教的 所以在他的眼里头 那你想想这些太监 这些大不是这些大臣啊 这些这个大忠臣 你想想他们又陌生 我又不认识他们 又可怕 老是数了皇上 没事写个奏折数了皇上 同时这些人什么都管 我玩的时间长了 他也管 我做木工他也管 我那么骑马他也管 我干什么他都管 所以天启皇帝认为这些大臣 又陌生又可怕又讨厌 最忠诚的人 就是他身边的魏忠贤这样的人 都在身边都这个几十年的 跟狗一样啊 老仆 这种人善解人意 而且他一个眼神 魏忠贤就知道他干什么 而且魏忠贤一直是在照顾他 关怀辈志 两个人情意深厚 这种情意啊 这是长时间共同生活 一块积累出来的 所以根本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是那些忠臣们打不破的 所以当客氏带着魏忠贤 跑到天启皇帝面前 求恳啊 这个史书上用了一个词 叫做日夜哭诉 就是大概就是哭了一宿吧 哭了一下午加一宿吧 就大概日夜哭诉 这个哭诉说啥呢 就是你说能说啥啊 这个 这个魏忠贤 他肯定说我是为皇上好 我是尽忠 因为他也确实挺忠的 对吧 他对皇上确实也挺忠 我是为大明朝办事 这些人诬陷我啊 所以日夜哭诉了一顿之后 天启皇帝 烦了啊 说 老魏啊 说你说这些事什么 我也不关心啊 我也我也没兴趣 这个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 你就记住啊 我永远 站在你这一边 就可以了 所以 谈何魏忠贤呢 谁发起的 杨连发起的 所以谈何魏忠贤的这个奏折啊 杨连的这个奏折 天启皇帝 亲自做了一个决定 留忠不发啊 就是 什么叫留忠不发 不予答复 啊 就是收着了 但是 没有答复啊 我们保持 坚默 保持沉默 这个时候啊 魏忠贤一看 高兴了啊 那皇上现在站在我这边了 甭管皇上啊 其实皇上本来也站在他这边 但是甭管怎么说 现在皇上已经挺我了 人已经表态了 说好 老魏 我信你啊 所以他以皇上的名义 颁旨 给自己表彰了一下 啊 就表彰了一下 老魏的 魏四的忠和贤 自己维护了一下自己的权威 当然这个话是自己说的 不过这是皇上批下来的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头 皇上 天启皇帝到死 他也对魏忠贤没有过丝毫的动摇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魏忠贤 竟然形成了奸党逆党 就是竟然形成了一个大党派 就是因为天启皇帝到死也没有 也没动摇过啊 一直都觉得这个魏忠贤是最终的 一直到了崇祯上来啊 魏忠贤才万大 所以天启皇帝跟魏忠贤啊 那真是俩人风雨同舟 啊 这个坚强的靠山 皇上 庇护魏忠贤 东临党 再 话再多 啊 有什么办法 你没有办法 因为 你上的所有的奏折 都首先 要到魏忠贤手里 但现在很显然魏忠贤等于皇上 等于天启皇帝 所以魏忠贤 你弹劾魏忠贤 最终其实是 你把壮旨交给了你弹劾那个人 所以东临党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 可以一针见血 可以指责 可以讽刺 可以谩骂 但是 这里头他们有一个最高的指导思想 就是儒家指导思想 再骂皇帝 再希望皇帝好 但是他们骨子里头 必须还要遵守那个三纲五常 对吧 均为陈纲 那么 虽然你经常去骂皇上 你这个气急败坏 你死贱 但是 皇上下的命令 你必须要执行 因为你要是不执行的话 你就背上了一个更大的责任 更大的疏漏 这疏漏就是什么 你等于背离了儒家思想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说这些忠臣 这就是忠臣 为什么昏君这么多的朝代 当忠臣数量 确实历朝历代最多了 皇帝对于 在这个教育体系下 在儒家这个教育体系下 皇帝对于这些大臣来说 就是主子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给主子挑毛病 但是主子要杀你 你还得伸着脖子 对吧 那你被主子杀了 你高高兴兴的被主子杀了 那才说明你好呢 你忠你棒 所以他们才使劲的死贱 死贱 他们是皇上的附属物 虽然皇上很昏庸 但是大明天下是诸家的天下 这是一个皇权社会 诸家人家皇上怎么处理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干涉的权利吗 你没有干涉 这不是你的事啊 虽然这个大家都说 天下人天下事天下人管得 但那是江湖上的这个说法 在真正的儒教里头 那么儒家思想里头 那么你无权干涉 他们能做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冒死 禁剑 死剑 最好就是你因为上 上这个指责皇帝 你被皇帝斩了 那才是最好的 那你一下就进了忠臣榜了 套布石 这才是那些大臣想要做的 但是那你想一想 这一下进入到死循环了 对不对 一个是你要弹劾皇上身边的人 但是皇上其实并不管这件事 你弹劾的所有的事 都是直接交到了这个人手里头 那相当于 其实魏忠贤已经把东林党跟皇上 怎么着 隔开了 你根本就见不着皇上 这信都到不了皇上手里 皇上的这个庇护 给的魏忠贤这个职责 职能 这就是一个保护罩 对不对 所以魏忠贤刚开始 还心有余悸 心里还比较 还比较忐忑 但是当过了一阵子 他发现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是你这东林党 你们一帮忠臣 你们一帮大学士 七十丰奏折上来了 这我没事啊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还该收干儿子 收干儿子 该收干孙子 收干孙子 我什么 什么也没影响我呀 满朝的正人君子 黑云压成 气势汹汹的攻击我 最后我什么时候没有 皇上都见不着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你想一想 魏忠贤就有恃无恐了 完全没事 他担心都是多余的呀 除了皇上给的信任 魏忠贤 我刚才说了 他在朝里头 是没有政治基础的 他认识谁呀 他认识都是宫女太监 而且太监甘政 本来就名不顺 言不正 所以所有人 对他的身份 本身就怀疑 最重要是他不识字 他没读过书 所以他的能力 大家也怀疑 这是让魏忠贤最难受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们有一个特性 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个特性 但是我们经过2000多年 3000多年文化的传承 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特性 就是越没什么 越需要表示出什么东西来 魏忠贤也是这样 你想我们现在 在一个开化的社会里头 我们很多人还免不了会这么想 你想想在皇权社会里 魏忠贤更加忌讳这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人去攻击魏忠贤 说你没文化 说你没文化 没文化这件事情 就深深的刺痛了魏忠贤 在东林党攻击魏忠贤 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人 有的人很多大臣 跟这事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他跟这个 跟这个 你东林党你去 你去打 我跟魏忠贤又没有仇 没事 我们就是观望 但是当东林党人一次又一次 七十封奏折上去 但是魏忠贤仍然不光 他没有倒台 他还越来越牛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朝野里头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原本观望的这些人 他们突然一下明白了 到底谁是那比较牛的那一边 魏忠贤这个人 你不用看 他啥也不会 对吧 能力能力他不对 这他不行 然后这个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 他也不行 他还不识字 他什么都不行 但是你们这些行的人 你们认为你们行的人 你们扳脑腾 没扳脑腾 那说明什么 魏忠贤 才是正确的那一边 没文化的人 才是正确的那一边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反而是扯淡 所以这些观望的人 你想想能混到中央的 那肯定都是政治秀学 极其敏锐的这些人 果断的就改了风向 大家一夜之间都倒向了魏忠贤 虽然啊 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 这是一个二分法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幼稚的分法 但是这世界就是这样 自从我们老祖宗发明了君子和小人的这个分界之后 世人啊 就是说在中央的这些做官的人 马上就分成了两个团体 一个是标榜自己是君子的东林党团体 还有一个就是 以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为核心的 当然东林党感觉小人团体 但是实际上如果都已经二分法了 那你说君子团体和小人团体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大家是半经八两 这些士大夫啊 这些东林党的士大夫 争相标榜 道德 崇尚弃节 死见 忠臣辈出 你打死我吧 你打死我 这是历朝之罪 但是明朝这一代 士大夫也有一大批人啊 谢去了道德的负担 甘愿 任魏忠贤 当爹 当爷爷 当什么的 这些人也是历朝最多的 君子和小人同时是历朝历代最多的 这就是明朝这一代啊 当然昏君也是最多的 忠臣是最多的 奸臣也是最多的 所以这三拨人达到了一个美妙的平衡啊 当然昏君只有一个 但是东林党中党和奸党 达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平衡 东林党人不用说了啊 这肯定是仁义道德的这拨人组成的啊 都是大学士啊 阉党啊 他们管这些人叫阉党啊 或者叫奸党啊 那就是魏忠贤这拨人啊 组成的 就是这拨舔魏忠贤的人组成的 不是魏忠贤组成啊 天启四年 1624年的春天 内阁大学士魏广威 第一个敏锐的察觉到了 这个东林党跳来跳去 颁不倒魏忠贤啊 魏忠贤才是 这没文化的才是 最棒的 对吗 所以 魏忠贤的势力已经成型了 他是第一个发现的 明朝昏君不多吧 真正昏君只有两个 哪两个呀 明朝昏君还不多呀 我们上周已经给大家数过一次 明朝的昏君了啊 这个 还需要我再给你数一遍吗 啊 朱元璋不用说了啊 没事写个大告 让大家听自己的话啊 给祖孙 给祖孙留一个 留一个这个 这个作用苗啊 每天几点吃饭 几点拉屎啊 这都跟你说出来了 朱元璋杀的人不少 对吧 心眼小 猜忌心强 呃 这个 朱棣啊 中间有个建文帝 建文帝算是 朱元璋建文帝和朱棣啊 这三个算是还凑合吧 后边的哪个算是明君啊 你告诉我 仁宗一年 继位一年 性病死了 宣宗从小玩游戏 38岁的时候把自己玩死了啊 累死了 英宗用了王震 王震差点把明朝给弄没了 对吗 代宗自私 懦弱 30岁死了啊 窝去死了 宪宗找一大帮的这个方式 呃 就找了一大帮这方式 然后天天在在这屋里练丹啊 然后太监专权 这个 武宗啊 胡闹一辈子 啥正事也没干 胡闹一辈子 这个摆摊啊 然后 这个家境 家境 是没闹出什么事了 家境窝患 对吧 我们万里川战争讲过了 家境窝患 然后海瑞的话 家家接境而无才用 老百姓都穷的 要都当窝寇去了 穆宗啊 36岁死床上了 纵欲过渡 啊 神宗48年万里皇帝 打三场仗 三场仗挺好啊 但是万里皇帝30年没上朝 那趟银子都涨没啊 把自己攒的都涨没 大臣们心上也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然后一跃天子 这个朱长乐 红丸案 光宗啊 上来拉肚子 然后吃了月经血 搓的红丸死了 然后后边就是天启皇帝 啊 做木工的天启皇帝 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最后一个是崇祯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哪两个是昏君 就哪 只有两个吧 你告诉我哪两个是昏君 就算是朱元璋和朱棣 你要说 属明朝的皇帝 能数出来 他不算昏君的 可能也就能数出一个朱棣来 建文帝 因为刚上来就没就没了 所以 这个 咱也不知道 他到底将来怎么样 反正挺我报复的 那 唯一受过良好教育的 上了朱棣 但是这上位的 上位的这个 还名不正 言不顺 这朱元璋怎么也算不上是明君 朱元璋 你怎么 非要把凤阳修成首都 招一万五千匠人 跑凤阳那修去 要把凤阳修成首都 他的老家 这就是朱元璋干的事 所以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给明朝洗了 这个 这个东西是写在基因里头的 知道吗 这个是写在基因里头的 在基因里头 所以 所谓的 还明朝 咱俩昏君吧 呵呵 啊 呵呵 就俩昏君 啊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接着说啊 我们接着说 我们说哪了 啊 魏广威啊 魏广威 魏广威是第一个认清楚形势的 啊 东林党不行啊 你这弹劾了魏忠贤半天 不行啊 你们也搬不掉 人魏忠贤越来越强 对不对啊 而且你看啊 魏广威 姓什么 姓魏 他是哪的人 他是河北人 哎 所以呢 他赶紧就去找这个魏忠贤 老魏啊 咱俩 咱俩 同乡 同姓 不用五百年前 没几十年前 咱俩就是一家 亲戚啊 啊 所以他以同乡同姓的身份 结交魏忠贤 那么你想一想 如果说你结交的是有文化大学士 你肯定你没文化 你也要附庸风雅 对不对 你不可能用特别低劣的手段啊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去去去去附和他 因为人看不上你 但是魏忠贤 他没文化 他就喜欢讲排场 他就喜欢把这 什么事都给我弄牛牛逼逼的啊 就是他就是这种人啊 就是所有东西 你出门十六辆车的车队 几百个随从跟着啊 都到这个地步 所以魏忠贤 你要想去拍魏忠贤 那你就得放下身段 魏忠贤也很惊喜 因为这是他头一次 得到一个文臣的支持 因为这是一个内阁大学士啊 这是一个文臣啊 所以魏忠贤受众若惊 对于第一个投怀送报的魏广威 也特别的感激 也特别的敬重啊 然后两个人啊 当时是打的一片火热 这个打的是一片火热 魏广威恶心到什么地步 咱们不能说恶心啊 当然就是说历史是没有正 就是没有对错的啊 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生存 但是魏广威从我们今天看 确确实实很恶心啊 就是魏广威啊 从此之后就不再给皇上写奏折了 他只给魏忠贤写信 因为你想想 我给皇上写奏折 也是先到司里坚 对不对 也是先过这司里坚 丙比太监 也是先到魏忠贤手里 所以皇上看不看根本无所谓 魏广威灵机一动 他说啊 从前开始我给你汇报工作 我这个信封上写四个大字 叫做内阁家暴 啊 内阁家暴 不是说那个家庭暴力 那个家暴啊 就是家里的家里头的 这个报告啊 内阁家暴 你看这名起的啊 内阁说明什么 内阁是说这是一公事 对不对 家暴 这是咱们自己家里的事 虽然是内阁上写出来的东西 但是这是咱们家里的事 这个发明真的公私合璧 头一次听说说把这个 把这公事就连皇上奏折 咱都不上了 就都写上内阁家暴就送了 因为咱俩老乡 咱俩没准是一亲戚呢 天体四年八月 那也是1624年 这个夏天的时候 这个悬案御史崔承秀 因为贪污受贿 被革职查问了 然后呢 就被承以重罪 危急之下 他通过熟人的引荐 趁夜造访了魏宅 去了魏忠贤他们家 这是头怀送报的第二个 这是悬案御史啊 这都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 见到了魏忠贤 二话不说 叩头痛哭 哎呀 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把魏忠贤 因为魏忠贤啊 老好人 憨呢 他又没有这些城府 哎呀 说你这 崔大人怎么了 快点起来说 崔大人不起来 哭的 嗷嗷的哭啊 这不地都哭湿了 哭到这个 半夜啊 才跟这个魏忠贤说 我呀 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 因为 我 哎呀 我 我在替这个魏 魏大人在这个朝城面前 说了几句话 这东林党人就不待见我呀 他们非说魏大人 是个阉人 啊 是个没文化的 啊 是个 是个奸党 哎呀 我说魏大人不是这样的啊 魏忠贤一听这个 高兴了 哎呀 崔大人 理他们做甚呢 来 起来 起来 于是 这个崔承秀 直接要求 希望做魏忠贤的养子 很仰慕您养子 于是 这是魏忠贤 收的第一个 儿子 干儿子 犯了这么大的事 贪污受贿 都要隔职查办了 啊 这闹不好 就要下狱 就要抄家了 结果崔承秀 竟然很快就复职了 俩人啊 关系特别的好 相交恨晚 啊 哎呀 两个人每天 之后不光复职了 什么事没有 迅速升官 啊 升为左都御使 少父兼太子太父 啊 然后 成了朝廷重臣了 啊 豁出去了 所以你想想 连内阁大学士 连玄安御使 这样职务的人 他们都开始 倒向魏忠贤了 那么 一大批大臣 就开始 聚拢在魏忠贤身边了 这一个温师 这皇帝从小学的东西 都是御人之术 比如商君书 这这类绝大部分 都很聪明 你要是没有读过明史 你先读一下明史 你先把这几个皇帝的传看完 你告诉我 然后你看完以后 你告诉我 明朝的皇帝 有几个正经读过书 明朝皇帝 不是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 注重教育 明朝皇帝 不注重教育 明朝皇帝里头 有文化的 是少数 大多数是天启皇帝 这样的 连字都不怎么认识 还是说你只是想向大家表达一下 你对明朝非常有看法 如果有看法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不用说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读过明史 或者说你没有读过这些皇上的 这个传记的话 你就不用说了 明朝有文化的皇上 他跟清朝不一样 明白了吗 所以你能不能别再干扰我们的专题了 如果你懂 那么我们欢迎一块讨论 但如果你不懂 你就别再说了 因为你在说的话 你到时候被大家怼了 怼完了以后 然后你又没面子 你又得在那还嘴 你又得在那什么 你就别这样了 好不好 所以到了这个 等这个 你想想 这种职位的人都开始聚在魏忠贤身边了 一下就会形成滚雪球的效应 越聚越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我 这一事太难了 你说我当一忠臣 我给朝廷建言献策 我去参政议政 这事太难了 因为这事要担责任 但是相比下来 另一个仕途 我要是去舔一下魏忠贤 一下我就上去了 对不对 明朝中叶以前 其实太监当政 有过好多次 对不对 而且士大夫 那个时候还是公然 还是觉得跟太监为伍 是一种耻辱 大家还是会这么觉得 可是到了明朝末年 你会发现 越到明朝末年 从万里皇帝开始 很多大臣 这点廉耻都不要了 太监得势 我就去舔太监就完了 内阁首席大学士 内阁首席大学士 相当于丞相了 相当于丞相了 顾炳谦 顾炳谦是一老头 当时是一老头 你想想 内阁首席大学士 张居正那级别的 他竟然有一次 他在家里有家宴 他摆了一次家宴 他请了魏忠贤过来吃饭 这种级别的人 他跟魏忠贤说什么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魏大人 我恨不得 我对魏大人的崇敬 有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我恨不得败在你的膝下 给你当儿子 但是 但是 我估计啊 魏大人 你可能也不爱要我这种 白胡子的儿子 恐不惜此白虚儿 原文是恐不惜此白虚儿 你可能不太喜欢我这个 留着大白胡子的儿子 所以呢 咱们这样吧 我的儿子 拜您当爷爷 我儿子给您当孙子 这就是 他是没认魏忠贤当爹 但是 这也是拐弯抹角的 把自己认成了魏忠贤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管你叫爷爷 那不还是你是我爹吗 就这样 这是内阁首席大学士啊 这是丞相啊 这个级别的官员竟然 国务院总理 这级别的官员竟然要给一个太监当儿子 另外一位啊 这个兵部侍郎 这个张我旭 张我旭这手法就更高了 张我旭啊 有一个女仆 她是魏忠贤的本家 也姓魏 也是魏忠贤的本家 一个地儿来的 自从这个魏忠贤一上位 他也没有请求魏忠贤的许可 他没有像这个 这个顾炳谦一块过去说 拜我 就给男儿子什么 没有 他直接把这个女仆 家于嫡妻之上 就是把自己老婆废了 然后家于嫡妻之上 我直接就把这女仆 变成我的太太了 进京 八台大叫 台进京 然后直接当着别人的面啊 说这就是魏太太 公然以魏家姑爷 说我啊 张我旭 帝人张我旭 是魏家的姑爷 就是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是没有经过魏忠贤允许 当然魏忠贤听说这个事非常的高兴啊 我 我一本家我都不认识 他都算不上我远方亲戚啊 可能就算我一街坊啊 他 你想想这人扔的这种 我天哪 总督川柜啊 这个兵部侍郎 总督川柜 这级别官员 这级别官员竟然他直接把老婆废了 然后就我家一街坊 他都当正妻 然后进京八台大叫 然后怎么荣幸当我们家姑爷 当然在历史记录上啊 我们当然知道更有名呢 十孩四十孙嘛 啊 说这个魏忠贤一共收了十个义子 四十个孙子啊 十孩四十孙 十孩四十孙 这五十个人里头 绝大多数都是两榜进士 你看见没有 你说士大夫 有有气节的 明朝最多 士大夫给魏忠贤当儿子当孙的 历朝历代最多 屈服燕党的啊 也是历朝历代最多 做了魏忠贤儿子 或者做了魏忠贤孙子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给自己的前程 加了一保险 我们之前在 《袁冲患评传》里头 也给大家讲了 连原都师这样的 都要修魏忠贤的生辞 都要再宁愿修一个魏忠贤的生辞 更别说毛文龙这样的 那是年年的 那是狂舔魏忠贤 那是连魏忠贤的儿孙 孙们都要分钱 每年的赏银 军赏都不出北京就给分了 就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想想 连袁冲患严格来说 他是东林党 因为他的出身什么的 都是东林党这个体系的 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连这样的人都不得已要修一个生辞 给魏忠贤修一生辞 九千岁的生辞 所以那你就别 你就想象中央里头 那会是什么样 那会是什么样 所以明朝啊 你想想明朝之前 明中叶 一副太监的 一副兼党的 都身败名裂了 这一点 你说这些大学士 这些文人 他们会不知道吗 肯定都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谁管的呀 因为既得利益 是最现实的利益 既然我们前面有这个仕途能捞 有钱能捞 我为啥要去顾 后边怎么着 本来啊 明朝已经到了末期 这个时候的朝纲 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秩序了 这个时候 这些人就是赌徒心态 末世赌徒 自己一生的赌注 现在都压在魏忠贤身上 一旦得到了既得利益 一旦有了权利 那么这些人 他们马上会做的是什么呀 赶紧回本啊 贪污纳会 卖官欲绝 安置私人啊 就那我肯定我得干这些事啊 对不对啊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我要打凭 我田位中前的成本 是不是我要孝敬这个 这个九千岁 那是需要钱的 那不是说我光叫他生爷爷 我光叫他生爹就完事了 这些人是要钱的 所以国事怎么衰微政局 怎么混乱 跟这全然没有关系 一个帝国就这样 倒向了魏忠贤手里啊 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为什么最后 明朝的结果是这样呢 嗯 其实我们从天启这个朝代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他王的迹象了 那么 之前我们在讲 元朝汉评传的时候 我们没有着重的去讲 魏忠贤当时在干什么 那么你再想一想 元朝焕有多么的难 他在宁愿有多么多么的难 天启年间啊 这些奇怪的政治现象 都围绕着魏忠贤展开 当然魏忠贤又没什么学识 他又没什么文化 所以 唯一能够围绕的 就是这个人本身的个性 魏忠贤是一个来自中国农村 传统小农社会的人 他没有读过书 他甚至不识字 所以你想想 在农村出来的小农 那么 他的人脉关系是什么样的 因为咱们很多的朋友是来自农村的 来自农村的朋友 你可以说一说 农村的人脉是什么样的 农村的人脉 不存在同事 不存在 这个 这个生意场上的朋友 这些都不存在 农村的人际关系 谁跟我比较近 谁跟我比较远 很简单 咱俩有亲戚关系 咱俩亲戚关系越近 咱俩的关系越好 咱俩的亲戚关系越远 咱俩的关系越大 农村的社交关系就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魏忠贤来说 只有自己的血亲关系 只有自己的家人 只有自己的亲戚 才是最亲近 最可靠的 什么同事 什么义朝之臣 什么同僚 同窗 这些关系 统统他都没有 出生农民的魏忠贤 那么在组织自己的 关系集团的时候 那很简单 那他会用到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有 这个十儿四十孙 为什么会出现 十儿四十孙这样的 简直是荒诞 简直是荒唐的 这么一种人际关系 就是这不就是农村的关系吗 我认你干儿子 我认你一孙 只有你跟我认了孙子 或者儿子 那么我们才能够有关系 这些人我才能够放心 对儿孙 那肯定尽心尽力 咱们栽培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他竟然把农业的关系 小农的亲缘关系 直接带入到了他的工作中 而且这个工作可是统治整个明朝 统治整个明朝的一个人手里头 所以这些认了 儿孙的 认了肝儿 认了义儿 鱼哥看不起农村人 你能不能别瞎带节奏 我这句话里有哪句话说 我看不起农村人了 这个我们家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你要是我怎么觉得今天晚上 有这么多的 咱们这样吧 今天晚上这个 对 先先进言他一下吧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 就是这种带节奏的人特别多 所以只要你去投奔了魏忠贤 只要你投奔他 那么魏忠贤立刻就会给予回报 因为咱俩已经建立亲缘关系了 魏忠贤他又没有什么顾虑 他又没有什么权谋 他又没什么顾虑 他大刀阔斧 他想什么他就干 来者不拒 东林党刚开始攻击他的时候 他很害怕 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害怕 但是这个时候 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自信了 因为当他有十二四十孙的时候 他身边已经有五十个人了 而且五十个全是耀元 而且远远比东林党更加团结 这是真正团结的 以他为中心的核心里头 对不对 这都是我的亲戚 都是我的直系亲属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更加有自信 他比东林党牛多了 有这么多干儿子一孙给我出谋划策 那他又加上 他不是自诩为担当能断吗 不是说自己特别有能力吗 他就更加有恃无恐 所以很快他就不满足 东林党你敢弹劾我 好 当时你弹劾我是不是 现在我要弄你们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凝聚好了 政治力量 我要弄你们了 事实证明 这些之前大意凛然的东林党人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呢 不堪一击 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 就是这样 东林党在魏忠贤的面前 真的就是只能用不堪一击 这四个字来形容 魏忠贤在他的干儿一孙的指导下 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 虽然他没文化 但是他的干儿一孙呢 可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所以这些人想找人 办人 我想办这些东林党的人 那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对吧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随便找个借口 就开始对东林党人 进行了大批量的弹劾 然后再以皇上的名义 加以罢免 因为皇上就是魏忠贤 对吧 皇上根本就见不到 他根本就见不到这个奏折 所以遭到弹劾的大臣们 有些人很实相 那你弹劾我 我就辞职吧 既然皇上要弹劾我 那我辞职吧 这样的话 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东林党人就已经清洗殆尽了 所以你看东林党 为什么后来 东林党反扑的时候 会如此的 这个憎恨魏忠贤 一定要把这些奸党逆党赶尽杀绝 就是因为他们在当时 确确实实没有能力 他们确实没有抵抗的能力 面对失败的政敌 魏忠贤怎么做呢 他也不是一个胸怀大度的政治家 感谢寄生于何生亮的大飞机 他甚至谈不上政治家 他没有胸襟 他也不在乎 他干什么呀 那既然当时你不是弹劾我吗 谁弹劾我 好 杨连弹劾我 好 我就弄你 我要把我心里的怨气 我全发在你的身上 于是周东健 在弹劾魏忠贤的时候 上的折子 说魏氏 他指出魏氏 东林党攻击他 最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什么呀 目不时钉 当时周东健 弹劾魏忠贤的时候 他的折子就这么写的 说魏忠贤 此人目不时一钉 这只一句大实话 你就是不识字 对吧 说你什么 你就是不识字 对 玩就玩真实的 但是这句大实话 这就是什么呀 你越没什么 越怕人说什么 魏忠贤恼羞成怒 在反击的时候 周东健狠狠的被搞了一把 无端下狱 活活在监狱里头 折磨致死 拷打周东健的时候 一边拿大皮鞭 皮鞭子抽他 这些魏忠贤的亲戚一边问 你还敢不敢说 魏公目不时钉 你还敢不敢说 就活活就给折磨死了 后来还有很多人上折子 说什么呀 说他统治不合法 对吧 他是太监 他干预朝政 而且他没什么能力 他能力低下 他出身卑贱 他没有功名 这些不都是当时东临党 这个说他的吗 好你们不是这么说吗 魏忠贤报复起来的时候 残酷无比 杨莲啊 左光斗啊 高攀龙啊 都是这么被折磨死的 杨莲死的是最惨的 几次惨绝人寰的酷刑 最后他死的时候 我们在原重换评传里 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一段 这个铁钉灌脑 把钉子一根一根钉到脑子里去 身无丸肉 就是身上被打的呀 连一块整的肉都看不出来 打成这个样 最后死了 最后拿钉子把脑子给钉 钉了好几根进去 然后钉死了 魏忠贤之所以这么恶毒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人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他确实出身卑贱 他确实能力低下 他确实通知不合法 他确实是个烟人 是个阴阳人 烂屁股 他确实是个烟人 所以魏忠贤在执政的时候 人们很快的发现 魏忠贤有一个爱好 这爱好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什么事都喜欢整得牛牛逼逼的 整得尝尝亮亮的 玩就玩真实的 魏忠贤非常非常体现爆发户的心态 他是一个最典型的爆发户 他爱讲排场 他爱听马屁 他喜欢名车金表 他喜欢这些 而且魏忠贤对于拍马屁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底线 至少我们现在从任何历史记录上看来 我们都看不出魏忠贤对于马屁有什么底线 无论你怎么吹捧他 多么的过分 你想想连我想给你当儿子 但是可能你不想要胡子发白的儿子 所以我让我的儿子叫你爷爷 连这样的马屁他都能接受 于是给魏忠贤拍马屁 见生词拍马屁 高喊标语 高喊口号 刷标语 写口号 这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晋升的唯一途径 没有其他途径了 也成了当时整个明廷的一个风气 因为魏忠贤实在没有什么政绩 他有什么政绩 他什么政绩也没有 当段什么这些都没有什么政绩 实在是可怜 但是要拍马屁 你就得把领导的政绩给拍出来 所以当然要说聪明 还得是这些文官 所以这些文官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怎么能够让魏忠贤跟政绩联系在一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天启六年 也就是1626年的润六月 京师中府草场着火了 从夜里到清晨 火烧得非常的大 损失不小 这一天 你看看这像是九千岁干的事吗 这一天啊 魏忠贤干什么呢 他竟然自己亲自带着太监参与了扑救 当然他是背着手指挥 因为京师中府草场 这是他管的地方 对于这场火灾 主管官员 你说弄完了 那怎么施了火 咱们现在应该追责 对不对 当时的主管官员叫做薛珍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顽忽职手了 但是这位薛珍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人 他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很喜欢 当然这个是为官之道 至今这个官你也得这么当 他喜欢从好的一面 从乐观的一面去看待问题 所以在他向上汇报的时候 他很巧妙的将重点从火灾上移开了 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灾上 而是放在了旧上 经过了魏大人带着消防官兵的不懈努力 权力为魏大人尽心竭力 别具应变之才 而布置安排 然后他一晚上的这个消防工作 他的脸都恶瘦了 而且大发了一通议论 可见天下无难事 特患无时做事之人耳 如人人都能够像魏大人这样 做实事 为老百姓着想 怕什么天灾不能挽回啊 所以一次灾难 直接就开成了表彰大会 这一下这个报告写的太有高度 也太有深度了 魏忠贤听了以后啊 心里舒服的无与伦比 在别人眼里 或者说在他自己眼里 他只不过是半夜 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他起来组织太监 救了一次火而已 可是这位薛珍 居然看出了门道 说他别具应变之财 说你看魏忠贤有应变之财 这种眼光这是何等不凡啊 而且后面还说了 可见天下无难事 特患无时做事之人耳 使人人皆能如隐实作 对 就是后边还有隐身 这意思就是说这应变之财 还值得大家的效仿 对吧 这个何穴为天灾 不可挽回灾 这个后边还有 还有隐身 所以这个薛珍 不光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反而很快就被升官了 刑部尚书 因祸得福 本来这件事情的责任 应该是他 应该是追责的 当然因为这份报告 写的太好了 所以这个薛珍呢 也被朝野上下 称为了火逼尚书 逼是就是逼破了逼 火逼了 火逼 不是说这人火逼了 不是 火逼了尚书 火逼尚书 直接就升官了 还有一些人 干脆就把阿谀奉承 就当成了一种贿赂 直接开件来讨回报 这个严遂寻抚 这个朱腾蒙 他们家爸爸死了 按理呢 应该什么呀 丁优 对不对 回家守校三年 这是规矩啊 这是这个儒家的规矩啊 但是他不想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走了 那么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巡抚 就得有别人来干 对不对 他不能说一走 走三年 然后你这边没人干 就肯定要有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啊 丁优 这个事在过去 为什么好多的官员 不想丁优 就是因为我去丁优了以后 我在回来的时候 我就不一定有这个位置 所以他就是这样 他就不想走 但是不想走又不行啊 因为丁优 这事是原则问题 对不对啊 你夫人 你家里人死了 你爸死了 你你不回去定优 这必须得 这这这是一原则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孝道啊 这是最大的事 所以他想一办 他就上书大吹特吹魏忠贤的功德 然后呢就暗示自己不愿意离任啊 说这个不愿意走 于是朝廷就降旨了 要求他啊 就顺他意 现在不是说 你不想回去守校 是全国人民选 不是 是现在朝廷不愿意让你去守校 啊 现在朝廷离不开你 所以你可以不去 朝廷对你网开一面 就这样 一个原则问题 就是一风吹捧 直接就可以了 就解决了 有一个这个姓朱的啊 一个人 他呢为了升官读书人 他专门写信给魏忠贤 说呀 说这个人 说魏忠贤啊 说你啊 简直你可以跟 我读过的圣前书已经有很多了 你已经可以跟 古往今来的这些大圣人们 并列了 肉麻无比 结果这封信上书了以后 他只是写着试试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魏忠贤真的啊 特许他 直接不用考试 免试当官啊 后来还升了官 凡是魏忠贤做过的事 不管大小 一律是英明睿智 无人能比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事 他他真的没做过什么事 他捣乱还不够呢 你说他能做什么事 所以这些边上的官员啊 这身边的人啊 只好绞尽脑汁的 任何一件他做的小事都不能放过 都必须要大吹特吹 天启五年 1625年的时候 东厂抓了一个奸细 后金的奸细 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寻常的事 但是因为当时东厂已经是魏忠贤主管了 所以呢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升到了 一呼寻常的一个高度 文臣们啊 就起草圣旨 说魏忠贤 赤心为国 胆力抽鞭 说这个人 天哪 有胆识 啊 这个 这简直就是封疆之劳 啊 说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朝廷啊 给魏忠贤任何一个奖赏都不为过 说你现在在任何一个宗庙里头 你供奉魏忠贤 都没问题 啊 都他都没问题 当时刚好 这个 这个袁忠贤守宁远 刚建功 这样的话 我们之前在魏忠贤 我们在那个 袁忠贤的专题里已经给大家讲啊 袁忠贤守宁远 宁远第一次大劫的功劳是谁的呀 魏忠贤的 对吗 不是袁忠贤的 魏忠贤的 全被他给分了啊 他派那俩太监过去督战的都得了封赏 魏忠贤 是最大的 是领导有功 不是袁忠贤 这个指挥有功 所以为了筹打这样的 齐功 朝廷直接就封魏氏啊 说这个 直接就封侯了啊 就这个 封了这个伯爵了 魏忠贤啊 要说他做的大事 他主持修建了黄极殿啊 主持修建了一次工程啊 普普通通的一个工程 但是在朝臣的眼里 这事变成了一件极大的事 为什么 因为像修了一个黄极殿 这得对皇上多么的忠啊 而且魏大人在修这个黄极殿的时候 不睡觉 啊 几次啊 穿坏了好几双鞋 对于这个建筑内的结构 那是亲力亲为啊 然后这个镜头都要给啊 他指导工作的这个什么 每天不休息啊 说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这是一个大忠臣啊 这才把这个黄极殿给修起来 就修了一个房子 结果这竟然像是再造帝国的大宫一样啊 就基本上这种事 如此立了这么大宫 那你想都吹成这样了 那肯定家官进爵啊 所以这个魏忠贤这一次被禁为上宫 上宫啊 是什么意思呢 再加一步就是王爷了 上宫已经是明朝外姓的大臣里头 能得到的最高的爵位了 上宫上面就已经是王了啊 就是诸家的子嗣 从天启五年开始啊 朝臣对魏忠贤的赞颂啊 越来越多 铺天盖地 朝廷呢 反正都是他自己这个批的文 对吧 晚上天启皇帝也没什么主意 朝廷呢 也因为这个魏忠贤的一桩桩 这些啊 大宫吧 啊 这个带引号大宫 不断的封上 最后封到上宫啊 到了最高爵位 魏家的亲戚里头 一个人封了伯爵 后来又封了公爵啊 一个人封了正一品大员 一个人封了从一品大员 四个人封了正二品 三品以下不计其数 原来他们家啊 就是魏忠贤他们家 原来什么样啊 农农农民吧 这个也不算是富农啊 但是不算特别穷 毕竟17岁能娶着媳妇的 但是他们家肯定算赤贤啊 一店护士家 结果全家人都当官了啊 全家人鸡犬也胜仙了 魏家当时成了全中国最显赫的家族 于是魏忠贤啊 就开始有人叫他了 既然都已经这么显赫了 魏忠贤最开始被人称为千岁 后来大家觉得不过瘾啊 称为九千岁 再后来还是觉得不过瘾 后来魏忠贤最后啊 这较为九千九百岁爷爷 离万岁就差一百年啊 就是差一点点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 这么疯狂的烂赏啊 随便封官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贪欲了 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的一个心理因素 就是自卑的问题 自卑啊 这个事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放下自己的包袱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想法啊 希望大家能够放下自己的包袱 好好的想一想 自卑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其实你不难发现在意识的深处 魏忠贤非常的自卑 因为你看啊 之前所有说过他毛病的人 他都要报复 说他没文化的人 他就要报复你 说他是这个太监人 你要报复他 大家说的都是事实 但是他一刻也忘不掉自己出身非常的卑贱 而且他确实没有能力 当大家质疑他能力的时候 他自己也在怀疑他的能力 对不对 坐在这么高的权威之上 他其实心里头非常的脆弱 他需要用特别敞亮的排场啊 他需要用牛牛逼逼的排场去张扬自己 去掩饰自己的这种自卑 但是他心里老是没有底 他经常会梦到被别人绊掉啊 又成了一个赤贫的这个农民 回到他们家那三间草房 然后原来那些哥们又过来笑他 然后宫里的太监管叫傻子 然后他经常夜里头会突然起来一身的冷汗 人贵有自知之明 庸人所缺的恰恰就是自知之明 为什么有的人他虽然自卑 但是他能够转为动力 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 但很多自卑的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 他反而自我感觉特别的好 所以魏忠贤啊 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 对不对 他也绝对不能允许自己比别人差 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够通过目不实钉 他什么能力没有 他一点背景没有 他能做到这么高位 他甚至觉得自己特别的杰出 所以登上权力顶峰之后 最让他沉迷的不是什么锦衣玉石 不是高官显位 不是这些 而是别人对他的肯定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拍马屁 多恶心的马屁他都听 为什么就是这明明是听着就是假话 但是他仍然会听 他仍然会觉得特别的好听 就是因为他需要别人对他能力的这种肯定 别人每一次恭维 就满足了一次他的自尊心 就帮他维持了一次心理平衡 让他觉得自己确确实实实是不凡的 所以慢慢慢慢就上瘾了 为什么后来9900岁爷爷这种话都能叫出来 你说说他又不是傻子 9900岁爷爷这话都叫出来了 你还指望着你能有个好下场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之所以他会这样 其实就是吸毒了就嗑药 因为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如果没有这些恭维 他满足不了 他马上就会自卑 这就跟毒瘾是一样 剂量会越来越大 才能够满足他不断增长那需求 所以从1000岁到9000岁 到9900岁爷爷 这恭维的词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大 他又没什么文化 那些人就是在别人 在读书人在正常人眼里 看来特别特别夸张的这些言辞 对于他来说舒服极了 因为他没有文化 他生怕别人接没文化的这件事情 他自己很清楚自己是块什么料 所以他就要变本加厉的虚张声势 给自己壮胆 构建一个高大权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就好像我们现在也能看到 有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 比如说演员 他们会有一个爱好 写大字 写大字 而且这些人 你会发现 他们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些大字其实是不值钱的 他们是不卖的 但是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别人叫价 有人叫我这个字的价 他就直接送给你 他恨不得直接送给你 我就有一幅 某一个二人传小品演员 给我写的大字 扔在北京 没有什么价钱 就是送的 只是因为我夸了他 我说这个字写的真正 所以他给我写了一个福字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事 构建一个高大完美自我 因为他完全没有隐瞒 他说我小学文化 我有今天是我努力的 我小学文化 但是我喜欢写字 陶冶我的青草 所以这是一个常态 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中国人的这个包袱 好好的想一想 这个心态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去不掉这个心态 但我们能不能从意识这个心态开始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活得更明白 成功的人 或者说有作为的人 会把自卑 或者会把自己的欠缺转化为动力 他会去弥补他 但是魏忠贤这样的人 你如果想用这些东西去构建高大权 去麻痹自己 去掩饰自己 那么最后吃亏的到底是谁 你自己去想 但是这些外来的支撑 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魏忠贤肯定不傻 对吧 他很憨淡 他肯定不傻 所以他的心里头也一直都在摇摆 有的时候啊 他确确实实觉得 别人在吹他的时候 他是觉得 我就是像别人说的那样 无所不能 什么都能做 天生聪明 洞察一切 然后这个处理事情能力很高 但有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是个废物 跟他的这些干儿子 干孙子们比起来 跟这些谋士们比起来 差太远了 因为这些谋士出的主意 经常会震惊到他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 所以这个情形 就像是一个吸毒者是一样的 一会上了天 一会又进了地 对吧 所以情绪起伏非常的大 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记录上的魏忠贤 他情绪相当的不稳定 他喜怒无常 而且他非常的残暴 他对人好的时候特别的好 突然一翻脸就非常残暴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种性格 举一个例子吧 有一次他一个心腹 他有一个心腹 不小心说了一句 说外官邹鸿老爷 这当上他面说了什么意思 外官邹鸿老爷就说 你被人骗了 你被那些官给骗了 你知道说完这句话之后 魏忠贤是什么反应吗 他垂首冷笑 长虚短叹 切齿曰 原来天下人都是邹鸿虚于我 之后干什么了 数日称病不起 不工作了 不办公了 你们都骗了 你不是说外人都骗我吗 你的意思就是我好骗 对不对 我没文化 我好骗 所以那照你这么说 外观 外观邹鸿我 然后你们就是骗我 所以原来天下人都是在骗我 所以直接心态一下就崩了 数日称极不起 一个身边的人就这么一句 这一个多么普通的话 这就跟这个直播间里某些玻璃心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普通的一句话 结果一下就让他心态就爆炸 你就可见他实际上内心是多么的脆弱 就这么一句话就就让让他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实际上他究竟他没有把那人杀了 所以你想一想他究竟是有信心啊 还是没信心呢 心态很容易就崩了 所以为了拯救自己 魏忠贤要怎么做呢 咱们下周再继续 下周呢就是差点万岁魏忠贤的最后一期了 这哥们魏四的故事下周就结束了 这周是倒数第二期 刚才有一些朋友在讨论明朝皇帝 我说明朝皇帝大部分都是昏君 然后这句话之后呢 就N多的人开始较劲 说这个皇帝是昏君吗 那个皇帝是昏君吗 读明史 读明史 这个竟然有人为了 刚才有一朋友竟然为了反驳我说皇帝 说明朝皇帝不是昏君 竟然举出一例子 说明朝皇帝都是读过书的 这是睁着眼睛说假话 这是睁着眼睛说假话 说皇帝都受过良好教育 都受过全谋之入教 这都是睁着眼睛说假话 刚才为什么 跟你变 是因为不想让你误导直播间的水友 我们的明史的专题 虽然我们是结的明朝明末的历史在讲 所以我们 但我们这明末历史从 从这个这个家境窝乱 一直讲到 呃 元初汉评传 一直讲到明王 甚至我们要讲南明 我们其实已经或多或少的 提到了很多前半皇帝的问题 呃 明朝的问题 非常的大 皇上的问题 非常的大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 昏君最多的一个朝代 昏君 刚才有人说 昏君是什么标准啊 什么 昏君的标准就是荒唐 不是说 一个昏君爱杀人 他就是昏君 我没有把昏君给这个定义 如果一个皇上三十年不上朝 那显然他是昏君 对吗 他肯定不是明君 对吗 如果一个皇上刚继位 他就没事 觉得自己可以亮亮肌肉了 出去打一顿 结果被人抓走了 然后关了好几年 回了 发现自己的位置又被人给顶了 然后又想办法 然后又叛变 这肯定不是明君 对吗 就是 如果一个皇上 从小就控制不住自己 玩游戏能玩晕过去 然后最后 日夜做木工不上朝 这肯定也不是一明君 这就叫做昏君 昏君的意思 就是荒唐的皇帝 我没说这皇帝 他没读过书 他就是昏君 那不是 没读过书 也有可能成为明君 我们也不是说 这皇帝爱杀人 他就是昏君 那也不是 爱杀人的皇帝多了 秦始皇还爱杀人呢 虽然 我们很难界定 他是昏君还是明君 但是明朝的皇帝 不符合这些描述 是因为这些皇帝 压根就没想好好干皇帝 自己在宫里头开菜市场 因为从来没出过宫 所以自己在宫里头 开菜市场的皇帝 然后大家办好了 有卖米的 有卖面的 有卖布的 这能叫明君是吗 然后纵欲 没招了 穿着开裆裤 来回溜达的皇帝 这能叫明君吗 这都已经是玩物丧志了 明朝 我们已经有一个客观的定论了 这个客观的定论就是 明朝 很多人说质疑明史 不是说你要质疑明史 而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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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当时他就做了这些事情 知道吗 明朝皇帝不上朝 不代表不办公 那请问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不上班了 然后你的老板开除你的时候 你跟他说 老板 我不上班 但不代表我没工作 请问 你算是好员工了 是吗 你就算是特别好的员工了 对吗 这是一什么逻辑 如果你想抬杠 你还是想好了 是什么逻辑 就是如果说你做一公司 然后你天天在家玩 你的员工 主理一切 然后他们向电话给你汇报 结果你的公司倒闭了 然后 然后你说这事不怪我 我是一个好老板 我是一个好老板 就是皇上 就是我的这些臣下不好 感谢化为书成 就是我这些皇上 我没上班 不代表我 我不去公司 不代表我不办公 对吗 我是一好老板 所以我公司倒闭了 都是这些人不好 都是这些员工不好 对吗 如果你上学 你不上学 你试试 你也在家学习呢 你不上学 你试试 你也在家学习啊 对吗 你看高考让你考吗 你看你不用高考让你考 你看会考让你考 这种 就是辩论啊 首先逻辑 咱们先理清楚了 你 这不是说上不上朝 用上不上朝来衡量一个皇帝 进不进职是没问题的 用办不办公来衡量一个皇帝 进不进职 他连进职的样子都没摆 对吗 所以 这个 我建议大家 就是说因为 很多朋友呢 可能是看了 一个网文的连载 然后来了解明朝历史 我建议呢 这个当然要看啊 因为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写的非常引入上 这当然要看 但是你也要从很多的其他的侧面去看明史 这个明史当然是要读啊 这个明记北略你也要看 包括海外学者写的书你也要看 比如说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 因为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给你讲明朝 明朝啊 跟我们现在朝代比较接近 历史记录比较全 而且明朝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 他虽然啊 皇上很昏庸 政治很混乱 但是他很稳定 所以相关的技术非常的丰富 明朝 如果你想了解明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 其实你很容易就能了解 有些事情啊 不是说 不是说因为清朝把明朝给推翻了 因为清朝是满族人 所以我就要替明朝说话 我就要替明朝这个说话 因为他们是汉人 明朝即便延续下来 你也是一个奴隶 明白吗 谁当你的主子都是一样的 明朝 就是朱家当你的主子 他不会拿你当人 满清当你的主子 他当然也不会拿你当人 你不用去 因为清朝 因为外族推翻了明朝 所以很多人是抱着这种 因为 说实话 因为那个 那个网文连载的 因为那个书我也读过 这个他里头举的史料 还有他的描写 很客观 但是这里头总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总要惋惜 他总要替这个朝代去惋惜 他总要替这个朝代 就是替一个外族推翻这个朝代 他总是觉得晚期 作者可以带有这样的史观 但是作为读者 作为一个聪明的读者 你不应该去带入作者的史观 因为你不知道作者抱有什么样的史观 作者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对吗 作者也有可能是一个 也有可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也有可能是一军国主义者 你不知道作者抱有什么观点 所以作者在表达自己的惋惜的时候 或者说他在感叹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都要小心一点 清朝仍然是中国 从来没有人说大清不是中国 大清也是中国 满族也是现在中华民族之一 你可能蒙古族 你说蒙元时代 咱们还有点争议 但是清朝没有争议 所以别老去带着这种 别老去带着这种 作者民族情节没错 这个有没有错 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们从来也不说 哪个情节是有错 哪种主义是有错 哪种主义是对的 但是作为一个罗列始料的作者的话 就是作者可以表达自己的情节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跟着作者走 要不然的话 那你还读什么书啊 对吗 嗯 就是 就是今天啊 因为出现了 你看今天一下出现了四个 特别特别那什么的水友 我不知道就是你在晚期什么 就我实在不知道你在晚期什么 明朝次次都把日本打很惨 就打了一次 哪一次家境窝乱 窝乱 就是这个抗窝战争 打的基本上是这个是中国人 这个打的都是海盗集团啊 那打的都是中国人 日本人打正经打不就打了一次吗 一次分两仗 对不对 所以所以这是劝大家一句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 想你对这明朝这历史特别感兴趣 那么希望你能够抛掉民族主义 忘掉你自己是一中国人 然后再好好的去看一看 这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 等看完了以后再想一想 那作为中国人 我能吸取什么 或者说我能借鉴什么 历史看的就是人 感谢Zicky 万里长远战争 所以今天又说的特别多 说白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民族主义者的歧视 对 说实话 就是 就是 自己要自己想 对 就是说别人说 你当然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听 然后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他的史观到底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的话 你要通过大量的阅读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专题 我从来不跟大家说 观点是什么 所以有之前有在那个 喜马拉雅的所有留言说 你这个史观他用素 我去 你听我的讲的专题 你听出史观来了 我真是我也醉了 我是啥史观呢 就是我这用素的史观 你给我总结 我是啥史观呢 就是我一直在避免给大家讲观点 我只想给大家讲人 从史料上分析这个人 然后我们给大家讲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这史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能确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 但是我这史观 对拉西了 就是你是听出我啥史观来了 你能不能就是之前 在喜马拉雅 老说我史观庸俗那边 你能不能给我总结一下 我是什么史观 我向你表达什么了 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是一个经济主义者 我是一个搞阶级斗争的 我还是我是什么史观 我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 我们在讲 原冲犯评传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蹦出来 说我侮辱民族英雄 然后在喜马拉雅上 同一期专题里有人留言 这他们还侮辱民族英雄 这都已经把原冲犯舔上天了 就是这 这到底是什么史观 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听权呢 为什么这二位水友 他们都不能听权呢 为什么你不能从第一期 听到最后一期 你非要在中间找出 我说的一段话 然后你就来表达一下 我夸原冲犯的时候 你没听 我说我们要 我说这种人的气节 虽然我们 虽然他是在皇权社会下的气节 我们没法歌颂 但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道义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怎么不听呢 为什么你非要听着说 我说原冲犯要挟朝廷 这是名史上记载的呀 对吗 这也没有什么错啊 原冲犯就是要挟了朝廷啊 拿军饷的问题 你说我黑原冲犯 所以说呀 首先呢 别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首先的 因为我现在发现 真的有太多的人 特别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是刚看一点点 然后一听这个人说的 跟我看的那个刚刚不一样 我刚看完 然后他跟我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然后马上就开始这个反驳 就开始唱反天 就是我现在发现 有太多的这个水友啊 是抱着这种心态 就是这样证明不了什么 也证明不了你懂 或者也证明不了什么 就是你不妨耐心的 先从头听到尾 然后你他告诉我是什么观点 我对原冲犯到底是一什么观点 我佩服他的道义 就说明 我说这个人是正义的 是好的 是吗 然后我说他要挟过朝廷 我说站在崇祯的角度想 原冲犯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就说我侮辱了原冲犯 是这个意思吗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在一个专题里 会同时出现两种观点呢 但是我说我说 原冲犯有什么东西 就是我说